1978年8月6日 高雄市出生了一位日后影响台湾职棒20年的英雄能物 洪正明 恰恰的祖父在日剧时代曾担任棒球队领队 恰爸彭建民和家族长辈都很恶爱棒球 也因此恰恰在练高雄复兴国小的时候就加入了少棒队 也因为恰爸和当时统一是一类手郑百胜的失交 现在二九成为恰恰棒球路上的师父 非常感谢我父母亲 尤其我父亲常放弃了很多他在生意上的一个人 然后我来栽培我打棒球 还有一个最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师父郑百胜 他也在我这三十几年棒球生涯中 教育我很多的技术和观念 洪正明在缅和中学时期以守二三壘为主 从国二起年年入选国家代表队 高二十就吸引杨基 把林于勇士等队球叹的注意 原本有机会成为台湾第一位挑战大联盟的野手 可惜是离孝时找到屏东不良少年伏击 恰恰一个打十个 假虽然打赢了 右手掌也伤了 2001年1月三桑会选减赛满一年 洪正明以中华时代选秀状元的身份 加模出力向队 对这些年轻一辈的选手呢 可能都没有想到他们加入职棒的 还会遇到这些老大哥 这个球穿越投手房间安大 二雷三号车绕过三壘 从外野手回船 球又掉了 分数大概空间 他觉得可以拼的 洪正明 超出呢 神雅的第一支安打 而且呢 立刻就带有打点的竞争 继续要面对的是冯正明 这一棒打得也非常的深远 中外野手往后退 结果击出 Home run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做着 除了我们三个 回宝货攻 兄弟向队 最后 中场就以7比5的比数呢 两分之差 击败了统一师队 辛苦的在 第七战 打败了统一师队 夺下了职棒12年的总冠军 这下在菜鸟球技就算以兄弟下夺得总冠军 他在这七场比赛 打击率4成64 提出两发全雷达 同下全队最多的十分打点 同时却与他接下二代向第十棒的历史地位 恰恰速度不快 却很会倒雷 走了 恰恰倒雷 Yes 这球倒雷成功 而且甚至没有滑雷的动作 比较危险 那恰恰的第200道就在这个时候完成了 他成了中职历史上第一个 千安 百轰 And 200道的选手 截至去年球季为止 恰恰生涯已经完成230次倒雷成功 在中职历史上 仅次于各拿下五四倒雷王的林逸臻和黄甘霖 是现役球员中最多的 皮革局综合报导